一家餐馆 在新地球上有几天的旅行 在快结束的时候 看到蓝色的闪光 我来到一片空地 中间是一个三层楼的餐厅 整体结构非常的坚固 墙体也框厚 顶部为圆形 大门非常的宽阔 在里面摆了很多桌子 除了在里面看到的是一些方桌子外 其余大部分的桌子都是圆桌子 在建筑物外面靠近入口处 有几个长桌子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放椅子 建筑物的整体结构 十分的恒伪和坚固 我的灵人从建筑物的一侧 走到另一侧 但并没有看到厨房 三种类的食物 主把我带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的餐厅 都是带有桌椅的 首先看到的是提供亚洲食品的餐厅 特别有马来西亚或印尼的甜点 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在吃东西 享受他们的美食和美好的生活 我去了第二个地方的餐厅 里面供应的食物看起来就像印度食物 有鱼肉甜甜圈 甜甜圈上面有鱼和彩虹的图案 这提醒大家记住上帝与人类的约定 没有留意到餐厅里面 有没有提供蔬菜和水果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天堂和新地球上都会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 我想起来这是几周前 主告诉我 新地球上会有很多的蔬菜 水果 鱼类 还有肉食 当我环游新地球时 我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满有恩典 慈爱 灵敏 明白人类所需要的 他使新地球变得如此的 适宜人类的居住和生活 以至于我们不会错过任何美好的东西 在那里没有谎言 没有不道德的事 没有婚外性行为 没有多胎 没有仇恨 没有嫉妒 没有任何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那里却充满了敬贤 仁爱 和平 喜乐 公益 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的喜乐和愉悦 为什么我看到第二个地方的食堂 供应的是印度食品呢 带着这个好奇心 我抓住可以进入厨房的机会 我与五个印度人或者是看起来像巴基斯坦人见面 他们也可以看见我 我也可以看见他们 其中有些人显得很腼腆 我参观了第三个餐厅 来到的是意大利的地方 烤架上的大块的肉能够自动翻转 还看到其他的食物 这是一趟非常令人惊奇的旅行 烤架上的大块的肉能够自动翻转 一趟 一趟